我呀 就想让你讨好待在家里 跟我一起学做香囊 做香囊 你腰间的香囊呢 肯定是白天打架的时候 被那个杜卫给扯掉了 丹姑娘 我一直不敢问你 你又不能做将军 为何还要辛苦练剑 你知道外面人都怎么说的吗 他们说我爹的相位 是靠巧言得来的 我偏要让他们知道 在我们另一家 就算是女孩子 也照样可以做大英雄 那你也教教我 咱俩一起做英雄 好啊 你明天替我去连江军府送一封信 我就教你 韩都尉 我们站了好久 也不见有人来呀 这信上写了 今日四时 东门还剑 难道是那个姑娘 咱们别再等了 您得赶紧回去 我听宋参将说 今天一大早 连将军赤了上身 背着经条 要去令府赔罪 韩都尉 您得制止他呀 昨天我叫那姑娘的话 告诉了连将军 将军说 我们堂堂男儿 竟还比不过一个女子的见识 所以才决定 父亲请罪